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这叫缓冲带 所以在这个缓冲带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应该要对应的是一些操作 比如说你减仓一些什么 或者说你可以逢低关注一些什么 但是今天我们还要来重点探讨一下这个3300点 因为在探到了一个3300点的整数关口之后的 这个反弹的力度 我们看到其实是比较弱的 今天则是出现了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今天是再一次去触摸3300点 可是你看看这个成交量 1921亿 反弹的时候没有什么像样的这种反攻的态势 调整的时候你会发现 个股的跌幅依然非常大 所以咱们这个3300点的支撑 到底现在该怎么去判断它 已经算是反弹过了 就是说探到了3300点整数关口 反弹过了 连3350都没有摸到 所以有可能再一次去击穿3300点 还是说这个反弹 还是在延续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 另外就是在操作上了 这个位置上 到底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你如果仓位还是比较重的话 是否需要再次做出减仓的这样一种举措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三位比较实战派的嘉宾 因为在我们的有看头当中 刚刚也给大家报过了 总收益都是排在前五位的 我们来听一听几位的观点 今天请到的分别是 余剑 杨敏 还有蔡玲玲 欢迎三位 咱们来看一下在微信上 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3300点的支撑 还守得住吗 我们给了两个选项 A 能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还是看到一些 低位权重骨在轮动 所以对冲的指数调整的空间 B 不能 高位权重白马股持续回调 这是比较关键的一点 而且也是对这个市场的杀伤力 比较大的影响 群龙无首 谨慎为上 一会儿来看看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们的选择情况 简单看一下指数 今天权限下跌 跌幅最大的中小版 因为你看像大途激光 海康 三安 有一些相关的品种 这种调整的幅度比较深 成交量 4000亿 再来看一下自然涨停 今天自然涨停只有11家 跌停的加速 一家 但是你看非常明显 这几天自然涨停的加速 都在逐渐下降 赚钱效益35% 也是比较弱的一个市场 先来听一听几位的观点吧 余靖怎么看 再次考验3300点 你认为这个支撑 会不会是有效的 还是说要再次击穿3300 对 其实前两天还是偏乐观的 为什么 因为前两天强势的个股在反弹 这个新高的股票还有 还有似乎还有想表现一样 但是从今天一个情况来看 今天的杀跌的方向再度集中在了 这个前期累计涨幅过大的品种上 那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大家就看着那个龙基股份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今年突破以后 涨幅最大的股票 涨幅它说超过150 超过茅台的 就突破前高之后 对 是一个龙头的风向标 那么今天再度被砸在这天板上 引发了很多个股的恐慌 因为现在呢 从今天的一个市场来看 其实大家知道这个情绪来了之后 它是不看基本面 也不看技术的 就是只要是位置比较高的 累计涨幅比较大的股票 今天都是基本上 反正就是往下砸吧 很多破位了之后呢 没有任何指定的迹象 那么再看一下 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大体的情况吧 其实呢 从今天的一个个股涨跌幅的分布来看呢 你看不出空头有多大的力量 也看不出多方是有多大的 想往里进 因为涨幅超过5%的股票 也只有50只 那么跌幅超过5%股票呢 也就38只 但是呢 个股的话 其实大体上分布在 正一到负二的这个区间以内 空方还是略占优势 其实 但是对于大部分个股来说 其实也就跌了一个点左右 但是呢 但是是持续在跌的 之前没有涨 那么从 我是一直比较关注 另外两个板块 一个是近期新高和近期新低 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现在 这三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内 市场主要的差力量 就是在这个高位股上 近期新高板块 现在只有44只股票了 我记着 可能前一个月来说的时候 可能有200到250只股票 那你很显然 80%的一年新高位置的股票 已经不在那个新高的位置了 现在还顶在新高的 可能除了个别付牌的 刺新 还有就是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些 周期类的品种 可能还能顶到一年新高的位置 那么这个 这个数量 已经是证明 现在的市场的风头 和市场的关注点不在这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因为很多的朋友最近 包括最近 这个跟很多人交流 他们之前是想买高位的股票 买不到 现在反倒是全冲进去了 那么冲进去 就最近就一直在跌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经济新低的 这样一个板块 正好跟大家一起说了 那经济新低呢 大家知道 在前一段时间 上证指数突破3400点的时候 是有200多只股票 在那天创了一个新低 但是呢 市场调整下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其实还在低位的 或者是能够继续创新的股票 其实不多了 也就110多只左右 说明呢 市场在回调的过程中 反倒是有很多的低位股 开始反弹了 所以说大家最近发现 就是今年你没怎么赚钱的股票 或者是今年一直在跌的股票 这两天反倒是不涨 偶尔还能出现一个急拉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 整个市场风格在切换 那么我觉得 就起码是高位的股 要暂时 暂时是避其锋芒 如果说你手里这股票 本来就没怎么涨 今年又一直在跌 那这个时候 说不定还能 还有一些机会吧 你看你给我们这个数理 其实特别好 然后是一个比较 具体的一个数字 我们前两天也对比了 比如中正1000和上正50 之前就中正1000一直弱 但这两天你会发现 上正50一直弱 因为它已经六年跌了 中正1000反而越来越强 但这能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是风格在酝酿着切换吗 说明那些强势的已经炒得太多了 获利盘太丰厚了 应该是顶部 中期的这样一个阶段性的顶部 已经形成了 所以应该这个风格慢慢会切了 对吧 慢慢会切到一些中小创当中 然后会在超跌的中小创当中 会酝酿一些机会 你是有这样的一种逻辑去判断吗 高位的高位强势股的调整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趋势已经出来了 但是对于低位的品种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经济新低的这个板块 它最多是不跌 但它绝对没有涨 也没下下的谈 对 因为今年的市场 大家不是在网上都看到很多的分析 今年其实整个个股的平均跌幅 是在12%左右 剔除掉400多只次新股 那么这些股票最近表现得好吗 我觉得极个别的会动一下吧 大部分股票其实也在趴在那 小幅反弹 起码不跌了吧 就是因为市场的风头不在这里 沙跌的风头不在这里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没有形成 就是说没有形成那个高位回落 但是低位开始涨 或者整个创业板 创业板走得一样很弱 下跌的那个比例也非常的高 所以说整个市场 现在确实是群落无首吧 没有出现一种非常 就以前的风格非常清楚 就是强者横强 那么200多只股票一直在涨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 虽然说他们已经回落 但是没有看到接力上来的东西 只是个别的周期品种 或者什么有些 没有太大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是倾向于3300点 守不守得住 就看这些前期强势的东西 到底什么时候能调整到位 他们如果说这波 比如说很多的个股 不是都跌了20%吗 包括中金通讯 包括龙基股份等等 那如果说他们都已经跌了30% 3300点还能守住 那么就守住了 因为极度的释放之后 那么重新开始的话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 关键的点位是在利空的冲击下 不破它这个支撑 如果说在 如果顶住压力就支撑 如果顶不住 那么破掉了之后 那么就真的是破掉了 因为于静一直都是比较关注 这种进气新高 或者说强势的个股 但是现在这种强势的个股 似乎看起来已经强势不在 对 没错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判断 我们稍后来说一说操作 来听听杨敏的观点 倾向于3300点 能不能守得住 我觉得总体来说 现在是在一个弱平衡状态 那么前两天的话 可能一线蓝筹下跌的时候 二线蓝筹是有做对冲的 但今天二线蓝筹 又没有在做对冲 所以情绪 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 又进入一个冰点 但是其实我们投资者的话 这个操作的话 也不能完全按照情绪来操作 那么我也是带来两张图 那么一个呢 就是从这个60分钟来看的话 现在是在一个 就是五段式的喇叭口的一个尾声 同时的话 在喇叭口尾声的时候 出现了多根的一个下影线 那么这里也成为一个 抵抗型的一个K线 那么从这两块来看 同时叠加 这个今天是调整13天 包括本周是调整12周 那么下周可能会酝酿一个 反弹一个时间窗口来看的话 那么这里的话 可以适当再等待一下 就是如果说想减仓的人 可以稍微再等一下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也是梳理了 这次的一些这个利空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一个做了一个板 那么这次这波调整的 一个利空的话 主要是三个 一方面的话呢 市场关注到12月份 包括1月份 它的一个减进数额比较多 那么担心可能会有一个 抛数的一个行为 但是作为对冲来说的话呢 我们也发现 11月份有106家公司 发布了这个回购的一个公告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话 也是创了单月的一个历史新高 那么适当对于这个捷径的 这样的一个利空 做了一个对冲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这个无风险利率的一个上行 主要表现在10年期的一个国债 之前是做了一个连续的下跌 但是呢 从今天和昨天来看的话呢 10年期国债 特别是昨天是出现了一个大涨 那么今天也是一根小羊 出现了一个这个回升 那么第三点的话呢 是现在的一个主要矛盾 就是白马的一个涨幅过大 那么市场可能会担心 之前的一个抱团的资金会 这个会松动 那么我们看到之前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个阶段是 从一起跌到有序下跌 到这个一线跌二线涨 这样做对冲 但是今天的话 可能又是相对偏弱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觉得总体来说 武林的一个指数 我待会儿也会有一个图 是还没有跌完 但是对于这个大方向来说的话 市场不可能每天都是大小一起跌 所以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的 一个情况当中呢 可能这个武林的一个指数还会跌 但是对于一些二线的篮筹 包括一些小市值的个股 反而会有一定机会 因为我们其实从这两天盘面来看 每天涨停的里边 越来越多的是百亿以下市值的 这样的一些个股 然后包括其实对于中小畅 我觉得这里还差一个星低之后 可能会酝酿一波反弹 正好是在一个切换的一个阶段 然后回过来说一些积极因素吧 那么从11月来看 这个新的这个主动型管理基金 成立的会比较多 那么11月是成立了40家这个公募 然后10月份的话是17家增长了一倍 那么包括新募集的资金 11月是695亿 而10月份是253亿 也是慢慢增加 而主动型管理的一个基金的话 它是有仓位限制 所以成立之后必须要有 主动的一个买盘 那么另外的话呢 最近调整 这个11月份虽然说是整体是调整的 但是北向的一个资金 包括护港同和深港同 仍然是在持续流入 那么说明其实外资 或者说港资对于 现在目前的一个点位 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认可度的 那么这是 我觉得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那么可能它的一个下跌 从K线上来看 也是慢慢的有下影线出现 那么什么时候出现反弹 那么可能是一个 要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看 你说的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 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比如说 现在主要矛盾 你刚刚提到说 其实还是因为有一些白马涨幅过大 是吧 但我们就来先说这个 就是它的涨幅过大 然后虽然有一些二线的积极对冲 但是这个涨幅过大和二线的积极对冲 你觉得真的是能够形成一个平衡吗 还是说其实它只是一个 缓解了你下跌的速度 而并没有改变你这个下跌的趋势 是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3300的话 盘中可能会破 因为我也是带来一张这个50的一个图 从50来看的话 它这里的一个调整确实还没有结束 那么包括之前这一波50是一共上涨了21个月 那么现在的话 连第一个月都还没有调整到 同时又碰到了一个下压线 所以就如果说50这里出现一个月线级别的一个调整的话 那么这里的一个弱平衡最终会打破 但是对于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暂时会有一定的一个支撑 因为从这两天的一个盘面细节来看 包括这个国债 十年期国债也好 这样的一些盘面细节来看的话 我觉得短期可能会形成一个小的平台之后的话 再选择方向 对 就短期先在这是抵抗一下是吗 先横一下 先说抵抗性下跌 好 就先抵抗一下 然后看一看 然后这有没有可能真的形成亮面到质变 然后市场的情绪会慢慢地改善 对 所以那也就是3300点 从现在来看是 我们说今天是再次考验 应该说是在这顽强地抵抗 但之后能不能守得住 要看什么东西市场的一些变化 一会儿你再来分析一下 先来听见蔡玲玲吧 蔡玲玲怎么看待 咱们这3300点 已经考验了几天了 虽然都没破 但是会不会有点隐忧存在 你怎么判断 我觉得短期的话 3300点这边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支撑的 虽然说武林这边的话 依然是呈现一个调整的态势 但是我觉得一些低位的武林的话 也是会轮番的一个上攻 包括像昨天的一个保利地产 像今天的一个中字头以及券商 在武林内部一些 之前涨得比较高的品种 在调整的时候 我觉得一些底部的一些武林的话 也会对冲掉这样一部分 下跌的一个影响 而且的话像近期表现比较强势的 像钢铁像水泥 这些周期的品种的话 也是能够带一下指数的 并且我觉得这样的 这种就是业绩 比较业绩确定性 比较强的一些品种的话 我觉得短期也是有一定持续性的 因为我们看到 就是像钢铁也好 像煤炭也好 经过了一年多的一个供期 在改革之后 它整体的一个行业的估值 是非常低的 像他们整体行业的估值的话 也就10倍左右 而板块内部部分个股的 部分个股 它的估值的话只有个位数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资金对于 尤其是资金到年末 年末之后 可能会更偏向于防守 那么对于业绩确定性 会更加 要求更加高一点 那么周期 周期类当中的像钢铁像水泥 他们本身就是业绩确定性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这片的话 可能还会有延续性 所以一个是底部50对冲指数影响 一个是周期类品种对冲指数影响 所以我觉得 3000这边的话 短期还是能够有一定支撑的 你的这个支撑的 比如说时间是怎样的 我觉得如果就是周期类这边 能够持续活跃的话 我觉得 周期持续活跃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能够支撑一段时间的 所以你的重点 其实就是看起来的这些周期 它们的持续性如何 对对对 你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大白马调整的空间 还有多少 大白马的话 因为本身的话 之前吵得太疯了 而且很多消费篮球的话 它的估值已经不低了 所以我觉得它们可能还没有完全调整到位 但是一些 刚才说到的一些周期类品种的话 它的上涨会对冲一下 它们下跌的一个风险 你看杨敏和蔡林林 都是觉得有东西可以对冲 一个蔡林林提到周期的一些相关品种 正好余静也带了这张图 咱们就来看看 钢铁煤炭有色化学 就是今天的表现都是跌的 但如果你看最近五个交易日 其实都是涨的 但是在这五个交易日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盘也并没有说像样的一个反弹 它只是真的就是像一个小横盘的一个状态 因为像这种东西的涨 而且它也不是集体板块的动物 其实也就是某些品种相对来说强一点 很难去对冲掉 我们看一下伍林的表现 伍林是六连跌 看一下伍林这已经是跌到三十天线了 伍林是这样走的 当然我们指数是这样横盘走的 因为有周期这种在对冲 所以说是不是靠这种东西的对冲是有效的 中子头也确实看到像今天有券商洞 但都是打了一个中心证券 一个上影线 像中国中车也是一个上影线 就这种东西的洞会不会对冲掉 获利这么丰厚的这些蓝筹也好 白马也好 它们的获利回吐的这种需求 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一个市场心态的原因 那么在这个月之前 大家的心态是逢低买 买不到还挺着急 那么我觉得从这两天的心态 特别从今天的一个心态来说 明显是你拉上去我就丢给你 我不完了 你指的是二线的吗 无论是谁 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只要敢冒头 我就丢给你 除非你真的是买入的资金量非常大 是特别特别强的热点 能够连续的一两个涨型 但这种股票一千个里面 可能也没有一个呀 所以说我觉得市场心态的这种 就是气氛的形成 形成了一种就是让大家觉得都有 之前是觉得有机会 现在觉得有风险 那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你让什么去对冲呢 你对冲也就是对冲 一点点这种悲观的预期 但是整个我就说 一个板块的龙头倒掉了 那么你指望下面的这些 三四线的这种小市值去对冲 那很显然你就算能对冲 你这个心态上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很明显大家现在的心态 变成了做差价 超跌反弹 然后只要你反弹我就减仓 整个市场的心态变成这个 而且这些资金 它不是说一直套住的资金 套住资金没有想法的 套住就是就拿着了 但这种资金都是他以前 就是今年不停地在赚钱 他的筹码是很活跃的 操作是很频繁的 他们的心态变成了超跌 做短线做差价 三毛钱就走两个点也行 那都是这种心态的话 你很显然你这种 这种心态变了之后 你整个市场很难形成一股合力 那么这种一旦形成 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了 所以说我是觉得 大家可以适当悲观一点 就是悲观的心态 积极地应对 我觉得会更好 但是如果说你是 积极的心态 悲观的 就是反过来 就是你认为它不会跌 然后你去积极地操作 万一真的跌了 那岂不是很被动 涨是皆大欢喜 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 万一极端的一种市场情况 我觉得是这样的 二位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今天的话 看到就是盘面上两个现象 第一个的话就是银行 那么银行的话 其实这两天是出现 个股有两连板的 那么说明其实对于 一线的蓝筹也慢慢开始 但是好像涨的是刺新 张家港行 对 但是今天也有 你觉得会有代表性吗 这个 不是 但是今天的话 也有一个股份之银行 开始启动了 就是其实是以点代面 是刺新吗 不是刺新 中信 中信银行 对 也是以点代面 有一些带动 同时的话 我觉得像券商和航空股的话 是有一定的一个持续性的 一方面券商的话 它其实是 现在的一个PB 已经到了2006年的一个低点 包括像2012年的 这样的一个低点 就估值已经是在底部了 包括航空股的话 最近的一个连续性 也是保持的比较好 那么说到这个周期 这两天做对冲 为什么就是对于指数贡献不大 那其实我觉得周期本身 它的一个持续性 我就不是很看好 所以它如果涨的话 其实对于大盘的一个影响 并不是太好 因为其实我们看周期 它的一个龙头 像三缸 三缸 敏光 对 它其实已经 四个月已经涨了100%了 那么在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 它的一个 就是总体的一个涨幅 已经比较大了 同时 这个周期股启动的时间点 是这两天 这个经济数据出来 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其实有一些利好兑现的 这样意思 然后同时的话 我们看之前的周期的一个高点 是在半年报和三季报的 一个业绩预告出来的时候 那么现在的话 又快要到年报业绩预告 出来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对于周期股的话 可能只是一波短炒 所以对于对冲指数 你倾向于比如说 是二线蓝筹一类的 对 是吧 不管是券商也好 航空也好 甚至中字头 就低位的一些东西 他们其实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所以判断这3300点的支撑 周期股你是觉得持续性不强 本来就 本来就弱 但你看蔡玲玲就是 你看到的 觉得能对冲的就是周期股 是吧 你觉得是周期股 她觉得二线蓝筹 对 周期股 一方面周期股的确能够对冲一下 其他一些白马蓝筹 下跌带来的影响 其他的话就是像 上征武林内部一些 比如说昨天的保利产动了 它会带动像房地产一起动 你要说到这个 再给你看一个 地产 昨天是挺好的 保利涨停 阳光也涨停 阳光城 新城控股 万科这些都不错 你看今天就是 万科今天跌了接近八个点 这种感觉好吗 昨天一涨 然后结果发现 好像保利地产是因为有点个案 自己的一些公告的因素 然后今天都跌回去了 我是觉得就是 还是能够刺激一下 这种做多的一个热情 就是以点待面的这样 以点待面 对 然后就是还其实 能打的牌 其实还是蛮多的 像武林内部的话 像中国建筑这种 其实整体的一个估值 依然是非常低 还是个位数 像大清铁路 像中国建筑 它的整体估值 依然是非常低 还是个位数 我觉得如果说 这些底部的武林 能够起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能够 就是守住三千三 这样一个比较 所以现在是不是资金 在做更多的一种尝试 对 是吗 在周期也做一做 在地产也做一做 看看哪个能激发起 大家做多的情绪 对 其实就是说 在一些高位 车马松动的时候 资金是做过很多尝试的 包括像之前 打了一带一路 打了雄安 打了周期股 那么后来我们发现 其实市场资金 对于周期股的一个 认可度是最高的 持续性也是最强的 因为它的一个业绩 是最好的 所以我是更倾向于短期的话 周期股这边是有一定延续性的 好 所以3300点 咱们再次考验 到底能不能撑得住 刚刚说了一些 能够撑指数的一些相关品种 他们的一个厚实的表现情况 然后说完了这个上证 我们再来看看中小创 因为这两天 其实也一直在说 这个中小创的问题 你看今天 其实中小板跌的是最多的 但是如果你看看中正一千 其实还好 确实没有像之前的 就是50一直强 中正一千 一直弱的这种感觉 然后如果你看看 这个创业板 其实也是在这 也算 确实也比较弱 也谈不上比较强了 然后你怎么看待 这种中小创板 你觉得是跟随指数 也会出现一定的 这种支撑反弹 还是说还将继续调整 因为前面讲过 这个50的话 还没有整体调整到位 那么如果说50的一个趋势 在跌的话 那么中小创的话 就不能跟着50一起贴 就至少不能说 每天大小一起跌 这个现象 可能概率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倾向于 就是中小创这边 特别是像创业板 这边的话 我看了一下 60分钟的一个结构图 可能今天图没有带来 但是我觉得这里的话 可能还有次新低之后 会酝酿一波反弹 也就是走一个C浪 C浪结束之后 会有一波反弹 但新低不会太远 是吗 对 因为你看这个中正一千 它其实离前低 也比较接近了 所以如果说 这里谈一个新低的话 空间其实并不是太大 所以这个超跌的一些个股 可能短期还是有反弹的希望 对 是吧 不会跟随大盘的调整 持续调整 短期的话 我觉得中小创还要再跌一下 好 其实说到这个 现在这个指数 大家判断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种 怎么讲的 一种预期 都是觉得说 这个调整的趋势 肯定还在的 当然对这个3300点破 然后下方的空间有多大 其实大家还是抱着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乐观的态度 都觉得说下方的空间 应该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 像余静说了 你要做最坏的打算 是吧 万一这破了怎么样 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位置上的操作 你应该怎么去处理它 之前说到了3300 应该会反弹 其实已经反弹了两天了 但今天是调整的 所以是不是这个反弹 还在路上 你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做的是 减仓吗 这个位置上还要减仓吗 我们来说一说操作 听您余静的观点 如果问你的话 在这个位置上 先给出大家一个大的方向 此处还要减仓吗 其实看你的手里的股票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具体 如果说 现在大家 我相信大多数人 现在应该是 如果仓位重的话 一类是就是 今年一直没怎么掌握的东西 对吧 低位的 也有可能一部分是 刚刚追了一些白马 蓝筹 高位的东西 是吧 那你就区别来对待 你认为什么东西 是要减仓的 我觉得低位的 如果是高位 作为我自己的操作来讲 就如果是高位的强势股 你先买进去被套了 其实基本上都是被套的 对 那么就 折机再补仓 因为我一直认为 高位强势股 对 高位强势股 都跌了20%多 跌了30%了 那么它本来就 估值就不是说 已经高到天花板了 那么再加上 它是行业隆导又很好 那如果再跌下来一点 你完全是可以买了 因为中线买一点 可能又到了 哪怕是 你再等上一两个月 等它在高位 把筹码换一换 然后整个平台拉好了 之后再买 也可以是吧 那这个时候肯定就 肯定就 我的认为是以买为主 那么低位股的反弹 我认为是反弹就要卖 因为我老说那句话 我说弱势股的反弹 那就是割肉的好机会 但这句话说出来 很残酷 很残忍 但是确实是 很多的低位的品种 因为今年的逻辑 和未来的逻辑 可能都不是说 高位的涨完了 低位的涨 那么高价股涨完了 低价股涨 好像没这个逻辑存在 所以说低位股的 我觉得它的反弹 不是因为它 发自内心的 基本面的触动 是因为人家高价股 跌了 跌了 最近找点东西做 对 找点东西 又不忍心 我觉得低位股 或者是新低的股票 是什么呢 是人家的资金的 关注中心就不在这 涨的时候也不想看你 跌的时候也不想 因为没有筹满 所以也就没有砸的空间 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等待强势股的 我们就先来说 你这个强势股的好买点 就比如说像之前 一直我们也提的 科技成长当中的 龙头就是三安 中兴 包括海康 大足 其实你看 虽然你今年没有享受过 他们这一波的涨 但是这两天的跌 其实也跌幅挺大 百分之二十 对对对 也是比比皆是的 你认为像这种 不是基本面的变化 其实大家还是应该 有拥抱核心资产 是吧 还是应该以龙为首 这种投资理念 也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现在二三十 这种空间跌下来 已经是机会了吗 各股问题还是具体分析 因为大家要看一些东西 就是说 我一直讲 就是说你像三安也好 它其实在今年 下半年上涨之前 它搭了一个平台的 那么这个平台的突破之后 上涨的幅度 它应该是二十块钱突破 涨到三十块钱的 那么现在我看了 看它的市场平均成本 应该没有提高太多 也就是说 大量的资金 其实是在那个平台附近 建的仓 拉下来之后换手率不高 大家现在是 大概二十四块多钱 其实市场 还是有百分之二十的 获利空间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 再往下跌 跌到市场 基本上只有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 空间的时候 那基本上只跌了 还有一种可能 就在这横到换手 让它自然而然的 这个换手率提高 那么这两种情况 一个是 给你快速的 一个买入的机会 那么就是 往下跌你就买点 另外一个就是 你如果它不跌 你也不要买 你等它那个成本 二十二十一 二十二二十三 横过来 然后可能花个 三五个月的时间 然后这个时候 买点就到了 总的来说呢 就是不要 不要帮低位的资金 去接盘 这个是非常重要 但如果说 有的品种呢 因为它上涨的时候 换手率很高 比如张青这种 它换手率很高 那么换手率高的话 它成本就抬得很高 其实大家都是 在高位买的 那这种情况下 相对来说 可能它弹起来 也会比较快 因为大家 没有低位的筹码 所以说大家 这个强势股的话 大家还是要看一下 换手率越高的 可能它 反弹的幅度会越大 越快 好 但是你的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就是高位强势股 现在虽然还在调整 但是 择机买 不要捡 还是择机买 我们来看看另外两位 咱们就说这个问题 杨敏会跟她一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 要看你的持股周期 因为对于像 这个高位的白马股 那么我觉得 先要做好 未来可能 两到三个月 要调整的 这样的一个打算 因为前面 我们看过50指数图 可能是一个月线级别的 一个调整 21个月 调个三个月 很正常 那如果说 你拿不了三个月以上 或者说受不了 三个月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 大幅震荡的话 那么在这两天 还是反弹 以反弹减为主 毕竟第一个 这个今年 你减规避的是什么 我其实有的时候 特别想知道 如果像他说的 拥抱核心资产 然后你比如说 这种以龙为首的 这种投资理念 它是持续的 你减的目的是什么 规避它 接下来调整的风险 还是你减的目的是 为了有更好的东西选择 因为风格可能会切换 这个减的目的是什么 是这样 有两点 第一点的话 确实不知道 50这里调到哪里 那么如果说像这个 今年涨得比较好的 而且获利盘非常丰厚的 我相信很多机构 也是有意愿 是要做获利了结的 那如果说 大家一起做获利了结的话 这个情绪上 可能短期会 这个回撤的比较多一点 也就是说20%的调整空间 其实远远还没到 他们该止跌的位置 具体调到多少 确实是不知道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说 有反弹的话 今年的这样的一个 获利空间已经够大了 那我觉得先出来看看 毕竟其实现在 低位的一些 二线蓝筹也比较多 而且估值也是 比较有吸引力的 那我觉得 可以先保存实力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品种 所以捡出来 其实是为了换到 低位的一些品种当中去 对 是吗 余静像杨敏刚刚说 他捡出来这个目的 就这种东西的调整 确实我们现在 很难讲它的空间是多少 但是如果按照 它的这个思路 就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 其实以前 我们是都去想买的 但是我们都买不下手 以前调了20 甚至都30了 难道不是应该 更应该去大举介入 然后去关注的时候 因为那基本面没有变化 但是你看 每一波行情起来的话 其实主线都是和前一波 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说当大盘调整 到位的时候 那么如果说 新起来一波的话 主线应该是 和之前的 别的东西了 对 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像这些 没有捡的东西 它可能是中期走牛 或者长期走牛 但是应该来说 应该不算是 后一波的一个主线 所以就可能 也就是正当攀升吧 这样的一个 就是对于 资金操作的一个成本 你不仅又输了时间 然后你还输了 上涨的空间 你怎么看杨敏的 这个观点 这个我觉得 跟每个人的操作 思路有关系吧 那我肯定是拥抱 这些行业龙土了 每个行业的这种 龙一龙二 这种肯定要拥抱 当然了 涨得多跌得多 这是很正常的涌现 但是我始终认为 这后面的行情 你想好的东西跌得多 那不是比二三线的 更有吸引力吗 以前又不敢买 现在跌下来 为什么不敢买 但是从我们 其实大部分人的观点来 他肯定是这个 喜欢捡上电话 不喜欢雪中送炭的 但是我觉得跌下来 如果情绪极度的 释放之后的一个买点 可能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好买点 如果真的好股票 跌掉三分之一 为什么不敢买 是吧 而且很多的资金 可能它的成本 比你还要去来得高 当然了 确实这个时间要长 他不是说 你满进三天就能上去了 可能比较适合 愿意拿一段时间的人 不太适合拿短线的人 这个我是同意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 因为前一波的话 虽然说是很多龙头涨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 行业的龙头没有涨 对 所以就是关键在这 然后还有 就是后面一波起来的话 可能涨速的话 和前一波没有涨的 这样的一个龙头相比的话 可能涨速会慢一点 就我的点是在这 其实它的点是说 这个拥抱核心资产也好 这个继续以龙为首 这个逻辑是没变的 对 行业龙头 但是龙头变了 对 是吧 品种变了 如果你在死拿着 今年以来 涨幅这么大的东西 然后你就等着相信 它还是下一波 以龙为首的龙头 那你就不仅又输时间 又是空间 其实我和于静 都是拥抱龙头 只是拥抱的龙头不一样 而且你倾向于龙头会变 它现在龙头还是那些 蔡玲玲有什么补充 我也是倾向于 对于一些高位的品种的话 我是建议先减仓 还要减仓 对 一些高位的品种是减仓的 那么就我个人操作 阿姨的话 就是说一些纪念 没怎么掌握的 但是呢 就是公司基本面 以及行业前景 还算是比较可以的 我是觉得可以拿一下的 然后就是 这是一部分仓位 随着一些市场的一些热点 比如说近期比较好 表现比较好的一些周期 我是比较看好 所以说可能之后 也会做一个短线的一个操作 整体的话 我是仓位的话 是控制在五成以下 好 我们先说高位强势股 是建议大家还要减仓 对 你建议大家减仓的这个目的是 觉得说要规避 它接下来下跌的空间 还是说可能有新的 更好的选择 你要把仓位调出来 我是觉得就是 首先这些高位白马的 一个调整的趋势 肯定是已经形成了 虽然它不会是连续下跌 但是我是觉得 它可能会是一个 下跌一段时间 然后盘整 继续往下跌的一个态势 而且我是 今年可能主线是 白马蓝筹涨 但是我觉得明年 主线可能会不一样 因为每年上涨的主线 都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觉得 你死守这些高位的 可能还在半生涯的品种的话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 好 这是倾向于 可能风格会发生变化的 对 没有什么一直在涨 我记得前两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有的观点就倾向于说 这种价值投资的理念 一旦形成 其实它是会有持续性的 而且不会说 这个低位的东西 就会轮得到 跟你的思路是一样的 以前人觉得说 涨多了就应该要跌 跌多了就应该要涨 那是不是 真的还要有这样的一种 市场的表现形式 我们再来看一看 刚刚蔡林林说的周期 因为你这个 一直以来也关注周期 我们来说一说吧 周期股计最近一段时间 确实有反弹 钢铁 煤炭 水泥 刚刚我们做了这个统计 近一周以来 表现最好的 其实就是周期 钢铁是基本上涨了10% 这个板块指数 所以你是觉得 周期股还是能够去 参与那么短期 我是觉得周期股 还是有一定持续性的 因为刚才有说到 它因为本身 它行业的一个基本面 是非常好的 行业整体的估值 只有10倍出头一点 部分个股的话 是10倍以下的 我觉得因为目前的话 我觉得市场 对整个周期 或者我觉得 还没有完全的参与到 参与进来 因为本身市场 可能会有一个 逐步认知的一个过程 而且的话 就是除了周期股之外的话 像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就是 拥抱业绩确定性 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 被市场资金 不断的一个确认 包括像 除了钢铁以外 像一些化工 像一些造纸 近期都是有所表现的 所以我觉得 除了周期 这样一个逻辑 会不断展开 所以我觉得 这样一个逻辑 你的这个逻辑 就是业绩的确定性 对对 我觉得是 这个指的是年报的 业绩的确定性吗 我觉得是 整个行业的一个确定性 估值 低估值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逻辑 我觉得是被市场认可的 我们其实看到 周期最好的时候 昨天还在说 其实就是三季报 是吧 中报三季报的 你认为它接下来 出的这个季报 会比三季报 还要超预期吗 我觉得之前的话 市场对于 钢铁这块的话 是过分担忧了 对过分悲观 因为本身 因为担忧 它的一个需求端 会持续地走坏 但是我们发现 其实需求端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 包括近期公布的 一些钢铁的一个库存 是持续往下走的 而且的话 就是钢铁 最近也的确在涨价 所以我觉得市场 这边的话 是存在一定预期差的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话 还是可以再看看的 所以如果说周期的话 你更看好的 是什么品种 周期的话 逻辑最强的肯定是钢铁 其次的话 其实的话像煤炭顺利 然后是大于有色 只有一个 就先后顺序在里面 杨敏好像对周期 这个看得比较谨慎 但是这两天 确实大家关注度 也慢慢地提升 而且市场也是有表现的 对于他们说的这些理由 你认为会不会 给周期带来一波 可能会比较像样的 这种上涨 我觉得对于周期的话 看得偏短 我不否认 短期的话 周期可能还会有 持续的一个表现 但是这一段的一个上涨 周期这一段的一个上涨 一方面我们看到 就是该看的一些利好 包括低库存 包括价格高 这些我们都看到了 另外的话 就是对于未来 年报的一个预期增长的 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提前炒作 那么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手上有周期的投资者的话 要关注一下 就是一些周期的龙头 比如说钢铁的龙头 或者说像前期 这个林刚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业绩预告 出来的时候 首先看一下 是不是超过前面的三级保 然后业绩是不是超预期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看一下 出来预告的当天的一个股价表现 如果说直接高开地走 就是出现一个利好兑现的话 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给大家建议 我们今天说的是 还要不要减仓 如果你手上拿着这些 周期类的品种 你是建议大家要适当的减仓吗 我觉得暂时还可以不用 看一看 对 暂时还可以不用 因为离这个年报预告期 还有一段时间 还能再看看 余静怎么看 周期 周期确实走得很强 因为像煤炭里面的神华 小的我们就不说了 表现得更好 大的里面的宝钢 其实走得都还蛮好 还创了有这种 创一年新高的这种感觉 那么龙头不倒 那整个板块就有机会 当然了 作为钢铁和煤炭 或者是有色那就太多了 有色就没有什么太多整体性 它其实长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新年汽车那边在涨 有可能是小金属那边在涨 不一定 但我觉得比较有 比较有一致性的 可能就是钢铁和煤炭 确实走得不错 无论是资金的推动 还是技术形态 都非常的好 但是确实是 因为我的观点是 你看到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涨了不少了 那边再跌30% 这边已经涨10% 其实中间40%差价 已经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你再去 在里面再寻找一些机会的话 可能是不是又给别人接盘了 那还不如等着这边跌太多的时候 去捞强势股的这个底 不是更好 跌的时候单了 抄底是比较难的 但是我觉得机会是 好的股票机会跌出来 因为历史上有那么多次 强势股真的是 跌了40%的时候 那就是买的好机会 你们都抛弃了 那我就等着进场 你始终不相信 领头的龙头可能会坏 是吧 你觉得不会坏 他们觉得周期也好 包括像中字头也好 甚至券商 说不定下一波领长的那些龙头 就不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平安 不是你看到的像海康 大族也不是三安了 机会是跌出来的 那么他只要跌 那肯定还会成绩龙头 他如果不跌 那可能就不会是他了 所以说我觉得 我就看着他跌 好 等着他跌 然后去伸手 但是像这种长的东西 你也看着他长 他已经看见 他已经一个星期 已经长了10%了 你在进去的时候 很可能就帮着别人去接盘 好 蔡玲玲刚刚说 近期其实做了一些 相关的一些 周期的一些品种的操作 但是现在还都是 以短线的思路为主 是吗 因为我看在有看头上面 其实杨敏的成绩也好 你的成绩也好 都是排在前卫的 你最近的这种成绩的好 是因为跟周期有关系吗 近期的话 的确也是参与到周期这边了 然后也是买卖点 没有完全把握好 所以就提前出去 但已经成绩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周期这边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持续性的 因为本身这边的话 可能就是也说到了 因为就是到年底了嘛 资金的话可能会更就是 在防御的一个基础上 再去选择一些品种 那么业绩确定性的一些品种的话 是可能他们的一个最优选 而且就是钢铁这边 包括像发散 就这样一个逻辑 发散开来像一些 造纸嘛 对 造纸 其实盘中都是有异动的 而且今天就是一些 像化工品的一些品种 也是表现得非常强势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逻辑的话 还是被市场认可的 好 稍后回来再来听听 三位的思路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听听杨敏的观点 咱们来说一说 刚刚提到的是一些 高位的强势的个股的调整 其实有一部分 是比如说消费百码 然后金融蓝筹 还有一部分 就是以价值成长为主的 5G 然后芯片 就半导体 人工智能这些的 咱们来说一说这种品种 其实大家后期的观点也很高 你认为哪些还是可以继续持有 还是说也要减藏 我觉得芯片当中的一部分 还是可以继续持有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今天的芯片有两个点 第一个的话 就是昨天美国的科技股 其实是大跌的 那么导致了今天 很多芯片股开盘是大幅低开 但是之后的话 其实是慢慢走高 到最终收盘的时候 芯片其实整体表现也还可以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芯片的话 这个总体的龙头 一直是有接力的 那么从之前 像中科新西 到后面赵玉创新 到后面紫光国新 到这两天 其实是中环股份 然后一直在接力 那么这个龙头的接力 其实是把整个指数 就是整个板块指数的一个空间打出来 那么也是使得它整个的一个板块的市场环境 相对会稍微好一些 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芯片当中的一部分 是可以继续做关注的 或者说可以继续持有吧 就只有芯片的部分是吗 其他的5G啊 人工智能啊 都是让大家可以择机检操 5G当中的话呢 它其实波动比较大 而且呢 有一些高位的 可能调整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看到一个调整的一个结束的迹象 所以我觉得暂时还可以再宽望一下吧 于静怎么看价值成长的这个分化 还有能持有的吗 能持有的 我觉得就是 它其实这次主要杀跌的方向是什么 大消费类 比如说白酒跟家电 还有就是通信5G这边的杀跌 其实高位的周期里面的品种倒没跌 这就是 你说化工方面的就没跌 就没怎么跌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呢 它肯定 我后来想了想 它应该是 还是去做一些 就是高位 所谓中高估值的一些个股的一些减仓 因为化工股真的顶在高位的 周期评估顶在高位的 往往 就是我之前说的 它在周期 像非周期转的过程中 它的估值水平是很低的 而且它是有一个盈利的 一个跃升的 比如这两天大家 我们是那个漂亮50里面 就鲁锡化工 文化工你看着它 跌跌 它就还是在涨 还是在穿上历史新高 当然了 这种股票很少 但是它也代表了一种 一种思路吧 就是那种绝对的 便宜的 业绩能够顶得上的股票 它其实也没跌 所以但是呢 这个还是一种 抱团的情绪还在是吗 你不怕它 这个抱团的情绪 它不可能说 它就是说 剩了几个 它觉得还是抱得住的 就大家一致性欲弃 在还抱得住 但是抱不住的就太多了 像 其实像家电 为什么 家电白酒跌得多 就是因为 它们确实是 历史高位固执 我们就说了很多次 都是高位固执 高位固执这次都没抱得住 但是高位的股票的 低位固执 中低位固执的 这次好像 我看了看 我觉得还好 还好 有的是今天才开始跌 前两天 前三周都一直没跌 所以你的建议是什么 让大家继续持有 我的建议是这个特别特别高的 还是要小心的 我其实现在注意力不在这些 还在创新高的股票上 我注意的是 它们跌下来以后的机会 就是创新高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 你说有个会化工 对吧 它还没有筹码的松弄 现在还是比较强的 这肯定不能买了 我觉得 因为自己 你看着你都觉得害怕 因为逆势的时候 一直在长的东西 很容易会出现 一种情绪的波动 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这种也不能 我觉得也不能做 那还不如就是说 真的是 你就等它跌透了 那个时候去 你先等的方向是什么呢 你是以价值成长为主 还是以消费白马为主 还是大金融蓝筹为主 这就是今年以来 分着不同的节奏 长得最好的东西 你等的方向是什么 消费白马 还是消费白马 等消费白马 蔡玲玲来说一说 新漂亮50吧 咱们今天也有 自己的新漂亮50 来看一下 应该是这个选股标准 对 涨价 你是为了涨价 对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资金的话 我觉得如果他们要做 我就觉得他们就会去做一些 业绩确定性最好的 那么除了像钢铁 像煤炭 这种就是有过涨价之外的 那么像染料 像纸 像造纸 像一些化学品 其实在今年 六七月份 这波涨价 就是这下也是有过涨价 这样一个涨价的 所以他们 而且本身 他们的一个估值非常低 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会 短期会被市场资金挖掘 所以我选择了像润土股份 像浙江龙生 这些都是分散燃料的一个龙头 然后的话像造纸的像成民职业 太阳职业 然后像化工的一个三油化工 他们整体的估值都是十几倍左右 所以我觉得这些品种还是可以关注一下 所以也是以化工为主 这些品种呢 多说一句啊 它价格波动太大 就是而且没有逻辑 就是就是你比如说像像染料啊 为什么染料一直不懂 这个东西呢 说涨起来就涨 说跌起来就跌 它一天一个价 你想一天一个价的东西 人家告诉你不是是吗 你怎么去付它稳定呢 你怎么看 就是它的主要一个逻辑的话 还是就是供给侧的一个逻辑 因为今年环保这边的话 查得比较严 所以说对于这些行业龙头的话 是形成一定利好的 所以本身有涨价预期在这边 然后他们本身估值也很低 加上就是刚才举了两个股票的一个例子 其实本身公司股东也是有增值 应该来说对整个公司的行业情景 也是比较看好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价值在里面的 好 这是蔡玲玲的 咱们也是弱势给大家找一些方向 再来看看杨敏的吧 杨敏的这个就是低位补涨类的龙头 对 前面是讲过就是拥抱龙头 那么之前的一线龙头 基本上已经抱好了 然后又散了 松了 对 然后现在的话就看看 就是二线的龙头 那么这里的龙头的话 有几个关键字 一个是低位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也是各个行业的龙头 第三也是一个核心资产 那么相对来说 和一线龙头相比的话 有一定的一个位差 位置比较低 那如果说至少在调整的情况下 如果说要做一个对冲 或者说短期跌幅过大的时候 那么我相信这一类的一个股票的话 会有一定的一个 时不时会有一定的表现吧 然后有一些的话 也是有一定持续性的 然后大部分其实估值都是比较低的 那么我觉得相对比较安全吧 你觉得这种东西 是只是大家做一个短线 来对冲一下自己的这种 比如说有的东西高位来调是吧 还是说做一个配置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配置 因为一方面的话 它其实没怎么长 然后故事又低 那么不排除后面一轮的话 就会轮到它做这个主身 但现在来看的话 只是先做一个配置 或者说先做一个防御吧 好 我们稍后来看看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们 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看看咱们这个3300点的 多次考验的支撑 大家会做出怎样的一种选择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训练观众 或者用飞科智能电气问题 供的精美奖品 我们请大部分滚东起来 看看是哪位训练观众 好 停 好 恭喜尾号675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尽快 和您取得联系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在微信上的 今天的投票结果 3300点的支撑还能不能守得住 35%对65% 其实已经连续 应该是本周三个交易日了吧 都是谨慎的选择会更多一些 群龙无首 谨慎为胜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儿 你也不知道哪个东西会有持续性 而且你也不知道 这种条完的东西是还能再起来 还是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不知道做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仓位情况 加仓减仓 今天是我见过这么平均的一天 都在20%左右 没有特别的极端 空仓的22当然明显上升 减仓22 仓位不变20 加仓21 继续满仓15 这是杨米说的 达到了一种弱平衡吗 你建议大家是怎么操作 我觉得现在的话 可能普遍大家的一个仓位 不会太重 基本上是在五成附近 那么我觉得五成的话 在这里其实就差不多 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盘中有跌破3300点的 这样的一个盘中的跌破的话 可以用小仓位搏一下 那如果说就是确认跌破失败 就已经是明确跌破的话 那就砍仓 那如果说这边的话 因为我前面讲到 是一个喇叭型的一个尾声吧 那么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博弈价值 你觉得这个博弈价值是说3300点这个支撑 其实是比较有效的 是比较强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去看一下 互生300 互生300今天是击穿了4000点 对 又收回来了 我觉得互生300应该有一个先导的意义 就是说它如果说有效跌破4000点 那我估计上升的时候 估计要有效跌破3000点 3300大概是 我觉得可能会提前 因为它最先涨的 也是最强 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些意义吧 一些指导意义吧 你说互生300 互生3004000点 今天跌穿了又收回去了 所以说好像是有一点支撑 所以如果说它没有 你是看300没止跌 对 上这也很难止跌 对 是吗 因为涨幅最大的东西都在这了 对 上这50跟互生300 涨幅最大 对 但是50有的时候 会有点失真的成分 但互生300很准 我觉得很准 蔡玲玲呢 我是觉得仓位的话 还是保持 像杨明所说的 保持在四五成的仓位 关键是取决于 你手中拿什么股票 如果是高位的话 你肯定是拿着心里有慌 然后我就是觉得 如果有反弹 就先减掉再说 如果对于手中置地还可以的 估值什么都还可以的 我是觉得是可以再拿来看的 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到 一些周期的相关品种 周期的话可以再拿来看 然后一些就是 尤其是一些今年 没怎么掌握的 今年没怎么掌握的 对对没怎么掌握的 大家可能手上大多数 都是今年没怎么掌握的 没有没有 就是其次是公司 公司估值还比较合理 然后行业前景 还比较好的一些公司 我是可以拿来看的 那因为大多数股票 都是被边缘化的 并不是所有股票 都是可以拿来看的 因为今年也来大多数 长得很高兴